我有重大线索 刘飞很有可能还有一个男朋友 而刘飞一直想和他男朋友分手 可这个男的还经常去 刘飞家的小区门口等他 对他纠缠不休 这个男的很有可能 就是犯罪嫌疑人 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这个还没查到 不过不用担心 看我的 他叫魏南 他不仅去刘飞的家里等 他还去刘飞公司等 至于车里的戒指嘛 也是他买的 就不麻烦你查了 都知道了 严队和我们一起去查的 等着你破案 黄黄菜都凉了 不是 那你还逗我干嘛呀 好了好了 别开玩笑了 咱们现在啊 情况还很严峻啊 雷管炸药和遥控装置的排查 还没有头绪呢 而且车上除了柳飞本人的血迹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很可能是凶手 严队 我在现场发现的那块塑料 结果查出来了吗 查出来了 是一块被烧毁的芭比娃娃 有没有可能 是他从超市给自己买的 因为我以前身体不舒服的时候 我也会自己给自己 买玩具安慰一下 我懂了 我去查 传讯为难 我说了很多遍了 那时间我真没见过肥肥 你们相信我 你说你在家看电视 谁可以证明 我 我就一个人在家看电视 你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我真的也骗你们 我胆子小 哪敢杀人 说吧 柳飞为什么跟你分手 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我们感情很好 可是后来 他找着好工作 一开始想我没本事了 我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 他就不理我了 所以你就怀恨在心 决定杀了他 我没有 我很爱飞飞 我不会杀他 那车里那个戒指 是怎么回事 戒指 戒指 戒指是我上个星期 给他买的 后来 可能他不想要了 就丢车上了 上个星期 那 三天前在北国商城 买戒指的那位 不是为男先生吗 要不要 我给你监控一下 我给你监控一下铐子 哎好了好了 现在特别水了啊 来来来来 咱们这边警察 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来来来来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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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你怎么回事啊周伟 太不小心了 赶紧把衣服脱了 来来来来 给他烘干一下 不用不用不用 麻烦你们谢谢 别言我们这边警察怎么让你穿湿衣服呀 来来来快快快快 说说吧你伤怎么回事 我 我 我是在家洗澡时滑倒了 磕门上了 还不说是吧 各位 提取他的血迹进行化验 和车里的血迹样名进行对比 好 碰撰三 讓他自己看 自己看看吧 戒指的事你自己没有办法解释 现在鉴定出来 柳飞的车上除了他以外 另外一个人的血气就是你 这事你怎么说 那天下午 他很多电话 他一开始接了 跟我说 我要再产生他就报警 后来 索性就不接了 我就去他的公司那边等他 上了他的车 有的跟我和好 下去你谁让你上来的 菲菲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我为什么要接你电话 我现在跟你有半分毛关系 雷娜 对不起我们已经分手了 你醒醒吧 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了 菲菲 我求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真的不能失去你 你忘了我们从前是多好吗 你说你要跟我结婚 还说要跟我生孩子 别说了 你还跟我生孩子 我不能给你生孩子 我好 你走吧 我一会儿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菲菲 我求你了 好 你要跟着我是吧 那你就跟着 我要让你彻底死心 你看我給你戴什麼了 只要你點一下頭 嫁給我 我明天就娶你 誰稀罕你的破戒指走開 求你我真的不能失去你肥肥 你幹嘛 我求你放手 你瘋了 你瘋了你 你瘋了你 你瘋了啊 你瘋了你 你瘋了啊 你瘋了啊 你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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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心情 就这样 我真不是故意害死菲菲的 我当时拨了120打算救她 可是我又害怕 我怕她死了 我会坐牢 你已经打算炸死柳菲了 还会拨打120 我我不知道汽车会爆炸 你开什么玩笑 炸药它不会爆炸 那还叫炸药吗 什么炸药 什么炸药 柳菲车上的炸药不是你装的吗 我不知道车上有炸药啊 汽车爆炸 是因为炸药 那你以为是因为什么 我以为是车撞坏了才会爆炸的 我不知道什么炸药 炸药 炸药 这么说菲菲是被人害死的 周围 查一下120的记录 申请搜查令搜查伟男家 好 马上去 炎队 我回来了 有新情况 请说 我们猜的没错 柳菲去医院 是因为她刚刚怀孕 我回来了 柳菲怀孕了你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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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孕了 菲菲怀孕了 作为男人你太不负责任了吧 柳菲怀了你的孩子你难道不知道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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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菲菲分手半年多了 她怎么可能怀孕呢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好 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这饭啊 我都热了三次了 赶快吃吧 又洗案子了 晶晶呢 吃完饭就睡了 吃吧 晶晶啊 今天下凡 特意送了一些书来 说是让你啊抽空看看 说这些书 对治疗咱们经历的病啊 有好处 你抽空看看吧 好 快吃吧 妈 啊 啊 晶晶啊 最近都做了梦了 啊经经不怕 那不是假的 不是真的啊 爸爸 姐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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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下碗麵條吧 啊行你等著啊 嚴厲 嚴厲 睡著了 嚴厲 這條來嘍 快吃吧 今天啊我們接了個案子 一個女孩 跟一個男人相愛 她懷了她的孩子 為什麼不願意告訴她呢 這不簡單嗎 無非就是兩點 要麼就是這個你的不愛她嗎 要麼孩子就不是她呢 不可能 我跟菲菲分手半年多了 她怎麼可能懷孕呢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絕對 回到家裡啊 就不要談什麼案子了啊 快吃吧 好 今天啊 東東的爺爺奶奶來電話了 說讓咱們啊 周末帶東東回家一次 啊 這周末我沒時間 你看你 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了 這爸媽 都要不高興了啊 你幫我解釋一下嗎 真的沒時間 我 未來的DNA正在還眼 結果很快就會出來 對此你們有什麼看法 我觀察她昨天說話時的舉動 實在不像是說謊 我覺得 孩子有可能真的不是她的 還有一點 柳菲來這個城市沒幾年 是一個普通的白領 可她現在有房也有車 如果對周圍人的調查 大家也反映 她花錢如流水 不管衛男是不是兇手 讓她肚子裡的孩子 我覺得值得查一查 喂 啊 好 我知道了 周圍打來的 他們到衛男家搜查了 沒有發現炸藥和雷管的痕跡 正人 我們的判斷還是不太準確的 那我們就換個方向 顏隊 我建議去查那孩子到底是誰 哎徐隊 你也開始研究心理學案了 是為了破案吧 啊行那不打擾你 師父 你看過我給你送過去的書了 嗯 我這還有兩本 這都是我精心挑選的 是治療封閉症裡最有權威性的書 我覺得我們按這個來 今天一定會好起來的 我們正式把帳篷放在我們 199 1 1 四 2 3 8 1 來下閥下閥 我告訴你 什麼事都能少量我 唯獨這吃飯 少不了我 尤其是吃火鍋 哎 我告訴你啊 吃火鍋是特別講究的 今天中午這頓飯包在我身上了 保證你吃完以後回味無窮 哎火鍋下閥 等會我師傅 你看不著我 嚴隊找他有事咱倆先去吧 再等會 走吧 再等會 哎走吧 那個位置不好練一會沒位置 來吧大小姐請坐 挺豐盛啊 必須的呀 哥們說吃飯請的就是一排場 太夠意思了 來 先嘗嘗本店最霸道的菜 牛骨髓 哎 你別老照顧我你也吃啊 你先吃 再嘗嘗這個來 蝦滑也不錯 絕對的鮮蝦製作 新鮮又有營養 哎 你怎麼對這兒這麼了解啊 這是我哥們開的店 從開業第一天我就在這吃 嗯 是挺好吃的 我喜歡 我喜歡 喜歡吃就行 以後啊想吃就告訴我 我隨時定位置 哎 你定位子的時候 就沒想著帶上別人 剛才不跟你說了嗎 徐磊有事兒 嚴隊找他 我覺得我們下次應該叫上嚴隊他們 你說 嚴隊幹嘛非得再吃飯這檔口 讓徐隊去辦事兒啊 這個 你剛來警隊你不知道 嚴隊呀 瘋狂 他經常連自己吃飯都顧不上 服務員 你好有點什麼 來兩個鋁肉火燒 兩個火燒 再弄兩個涼菜 兩個涼菜還有點別的嗎 不要了 行請稍等 你爸媽給你介紹了這麼多男朋友 你實際上不想找啊 還是根本就不合適啊 你幹嘛突然問我這個問題 你看你吧 研究生也畢業了 老大不曉得了 得考慮下個人問題 你幹嘛對我的事兒這麼關心啊 這是同事與同事之間的關心 你看我怎麼樣 你 我還真沒考慮過 你不覺得咱倆挺配的嗎 郎才女貌的 我沒覺得 想了想了該走了 一會兒回去晚了又該愛皮了 嚇白 你啊 你擅長發現周邊人的優點 我發現了 周圍你有很多優點 你很聰明很幽默 是當代很多女孩子尋找的對象 那你呢 我挺享受我現在單身生活的 單身生活 我覺得你心裡有問題 我心裡有問題 你別忘了我可是學心理的 周圍 就你那點小心思還能瞞過我 走吧 哎下凡 等等我呀 我跟你說等等我來下凡 嚴队 有什麼新發現嗎 哎 獨但沒有什麼新發現 老陸也被捕死 哦 DNN的結果已經出來了 柳菲肚子裡孩子不是為難的 哦 你們倆 上哪吃飯去了 吃了這麼長時間啊 別提了 這遇到一個二把刀司機 找不著北 還走錯方向了 這什麼司機呀 連北都找不著了 可不是嗎 要不是我們發現得早 就把我們拉成男去了 哎 等會兒 怎麼了 嚴队 我知道了 馬上開會 柳菲出事的地點是在七一路 而她的家是在玉華路 她從公司到回家呢 是要經過七一路段的 可是當時她的車 是往玉華路相反的方向開的 這說明她並不是要回家 這個時候她的車上還拉著衛南 她要去哪呢 你還記不記得咱倆審問衛南的時候 衛南跟咱倆回憶 她在車上跟柳菲說的話 柳菲對她說不會為她生孩子 讓她趕緊走 遇見她說一會有事要辦 我團姐 衛南要跟著她 柳菲不同意 後來就說讓衛南跟她走 跟她走她就會徹底的死心 我明白了 柳菲要見的那個人 就是她肚子裡孩子的父親 小丁 你把柳菲當天手機裡的通話記錄 再給我看一下 當天下午 柳菲的很多電話都是衛南的 所以我們一直忽略了其他的通話 其實當天中午 柳菲打出了三個電話 第一個電話 是打給她一直做美容的美容院的 第二個呢 是打給汽車4S店的 第三個 是打給一個叫沈宜舟的人 沈宜舟 你沒認識啊 她可是天陵集團的老總啊 我跟徐隊去天陵調查的時候見過她 這就怪了 一個普通職工能給老總打電話 徐隊 你在想什麼呢 我一直就覺得什麼地方不對勁 但是也不知道問題出在哪 現在總算不夠玩了 夏凡 你還記不記得 這是咱們在案發的第二天 去天陵集團的情況 柳菲當時的辦公室已經被清空了 問他們天陵集團的人 他們說是為了安排新的員工 可是你不覺得 他們把柳菲的東西處理得 有點過於快了 如果不是上面有人受益 他們會不會 沒錯 沈宜舟口口聲聲說要協助我們調查 可是 她連最基本的保護受害者物證 這點常識都不知道嗎 難怪拋幾千男友 拋上大款了 這麼說 那天柳菲是去找沈宜舟 然後 可能柳菲肚子裡的孩子 就是沈宜舟的 那沈舟可能是兇手嗎 如果真是這樣 那沈宜舟的動機是什麼 好吧 今天啊就到這兒 嗯 周圍 你跟小丁小趙明天啊 還是從雷管炸藥 還有遙控裝置 尋找突破口 徐磊夏凡 你們明天再去一趟天陵集團 去調查一下沈宜舟 注意不要打錯警示 我先走了啊 路上開車小心點 等一下 晶晶這兩天情緒怎麼樣 哎是老樣子 謝謝你的關心 別這麼客氣 天也不早了我先回了拜拜 哎師父 中午吃飯的時候我和周圍一直在等你 你怎麼沒來啊 哎 等我媽媽手上的活 時間不早了 我就隨吧找點東西吃 以後答應好的事情不要失約好不好 好 好 那我先走了 明天見 明天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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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這封跑往這邊跑慢點跑你 慢點啊 今天天气真好 你说 要是每天都能这样 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享受阳光 什么反心事都没有 也不用想工作都好 我都不敢相信你的话 你叫毒贩 比起来我和精力很轻 我那不是为了让更多人 能够像我们这样享受阳光吗 刑警队长 结果还没我到啊 没办法刑你给我领导吧 不过呢 今天要重点是做批评 是 做比我还吗 你知道技术处的工作以外 你还有生活 你还有经济 最主要的你还得照顾我 我知道前段时间我比较忙 没有时间炸过 我都飞了 我都飞下来了 你肯定 等他长大了 肯定也得找一个像我这样的男后 坏了你 你 最近有没有人找过你买雷管炸药之类的东西 真的没有警官 我们这个炸药是炸山上石子用的 也有合法手续 再说隐藏和这个倒卖这都违法 老陈啊 政策你没忘吧 你要是知道什么 赶紧告 否则你这包庇罪 回头还得送你进局的 老陈 我在那里 有没有人 前这老嫂找我 他要从我这买一公斤炸药 和五个雷管 我没卖给他 后来他就走了 可能到其他矿上去了 你跟老嫂到底什么关系啊 就是一般朋友关系 他说呢你知道吗 不太清楚 师傅 你昨晚没睡好吗 没有啊 挺好的 你眼睛到现在都是红了 哎 马上问一下 老嫂住这 谁呀你啊 我不认识什么老嫂 我是警察 老嫂在哪 老嫂他不在 他都走了 他去哪了 听说前中的发了一笔小词 都不知道他去哪了 好 谢谢 不好意思沈总 打扰您了 啊 没关系 协助警官办案嘛 是每个市民应急的意义 嗯 不知道 不能帮点什么 是这样 我们通过调查呢 发现柳飞 在死亡当天的中午 跟您通过一个电话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们 你们通话的内容是什么 当然可以 您是说 柳飞直接给您打电话 要求加薪 啊 是这样 我们公司呢 是开放性管理的 每个员工都有我的电话 对公司有什么意见呢 可以和我直接沟通 这一点呢 你们可以随意打听 那柳飞的薪水是多少呢 出了年终奖 月薪是六千 他给我打电话呢 要求加到八千 被我拒绝了 因为他给公司的贡献 也就值六千 沈总 真是势必公亲啊 连普通员工的薪水 都记得这么清楚 怪不得能把公司 发展得这么好 这是我们天理集团的公主 那天中午 他给我打完电话之后 下午就出现 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会跟他加薪 他没有加薪 他不会是 因为我没给他加薪 才做事 六千块钱 一个外地人 还是个普通的白领 又买房 又买车 恐怕不够吧 员工的私事 我不变工 沈总 我们和斯基利亚 建材的合作项目报表 您忘了签字 就已经挖出去了 您赶紧签一下吧 还有 正前那边的选举 还有一个多小时 就要开始了 您是不是准备一下 该出发了 嗯 然后段老张去家里 借我太太 一起去 那个沈总 不好意思啊 想借您的洗手间用一下 啊 请别 谢谢 沈总 您要是有事呢 你就先忙着 我们就先走了 啊 那我就不留二位了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请直说 我一定尽力 好吧 哎呀 看看沈总的态度 如果咱们的市民 都像沈总这样 那我们的工作 也就太好做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你说沈一周 都这么有钱了 还想往正前设置 这人呐 真是没有满足的时候 像他们这种贫苦出身 白手起家的人 即便是赞有钱 也会缺乏安全感 而往往政治身份 能让他们有种归属感 想不到你还懂心理学 因为是书本知识 我这是身份经验 得 又跟你学一招 我问问你 你觉得 沈一周说话有什么问题吗 他说话的时候 滴水不漏 从表面上看 什么破绽都没有 越是没有破绽 就说明他越有问题 要是能搞到他的DNA就好了 直接拿去化验 拿着 师傅你太牛了 你以为我卫生间是白上的 我说过 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说过 我说过 你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你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走吧 归队 DNA的检验结果没出来 新闻倒是出来了 这个沈一周 参选是政协常委 官商合一啊 刚才杜菊给我们来电话了 要求我们一定在 选举结束之前结案 所以我们的案子要抓紧了 怎么样 有什么新情况吗 原队 昨天我查到了一个叫老骚的人 没什么正当的职业 一直是在各大矿区 以导卖矿石为主 前段时间呀 他在各大矿区讨定 在哪里可以买到楼管和炸药 后来发了一份来 估计是买到了 人卖出来 我们正在查他的下楼 一旦发现 立即抓捕 我们打算顺藤摸瓜 看看到底是谁买的炸药和泪管 好 不错 哦 夏凡你那呢 除了拿到了DNA 还有别的疑点吗 沈宜舟沉闻老练 我们什么都探不出来 我昨天想了很晚 这个沈宜舟并不是没有破绽 有什么破绽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第一次去他公司的时候 他有一个工程的报价出了问题 昨天我们再次去他的公司 他的秘书告诉我们 他的一个报表 连字都没有签就发走了 按道理 像他把生意都做到这么大了 马上都要当政协委员了 应该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 他和我们说话滴水不漏 可在重大生意上却频频出错 这说明两点 第一 最近肯定有什么事让他心烦意乱 第二 他一定是提前准备好了 要怎么应对我们 这么说 他很早就知道我们会找他的 这个人心里肯定有鬼 陈队 今天结果出来了 孩子是沈一舟的 哼 好个沈一舟啊 他老牛吃嫩草 我还是有两点不明白 第一 昨天沈一舟去选举 还特意接上他太太 这说明他们俩关系很好啊 第二 就算他和柳飞有不正当关系 他也不至于杀柳飞啊 他有花不完的钱 柳飞的任何要求他都可以满足 更何况 柳飞现在还怀了他的孩子 年轻人 有一个条件 他绝对不能满足他 什么条件 柳飞要和他结婚 你想想 这个沈一舟 他想涉足政界 很重要的一点 他要在人面前表现出 他的家庭和睦健康 而当柳飞怀了他的孩子 想要逼他离婚时 他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选择杀了 所以他就有了杀人的动机 现在是时候 请沈一舟到我们警局了 瞧瞧 哎呦喂我的大小姐 我可等你半天了 请问你是骑着乌龟来的吗 这不是队子加班吗 有事儿 你能不能换个解释啊 每次都这么说 你说你们队里那些破事 还有完没完 这么跟你说吧 只要人类不灭绝 我们队里的事儿就没个完 瞧你这牙尖嘴利的 就怕闪舌头 哎呦好啊知道你最好 来进去 你看看 喂 哎呦好 阿姨您没事吧 我正要过马路 这小伙子车创到我身上 我的腿动不了了 恐怕是骨折了 哎呦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从里面出来 看见这边被人动一声阿姨就在地上了 阿姨要不要给您看医生啊 不用了 等我儿子来了送我去医院 他现在也赔我医药费 那您要多少钱呀 三千 哎呦 我看这样吧 阿姨您跟我走 我带您去看病医药费我包了 跟你走 去哪 带您上医院啊 你跟他什么关系 凭什么信你啊 阿姨 您放心吧 他呀可是新组队的警官 肯定能给你做主的 我我我现在觉得 好多了 我还是找我儿子去吧 这就对了 我今天看在警官的面子上 我饶了你 要不然呢 阿姨 你还是早快走吧 大肉汤的别再出来了 对您身体也不好 我 谢谢你 谢谢你 走 做警察也太酷了 看着你呢 整整感觉是不是特别爽 没有啊 由于我今儿都被 帮我一人 所以啊早就习惯了 哎 你这辈子是享受不到的 不啊 我 我到底可以帮你 照顾行李老公 你多沾上我们的仙气 脑袋顶上有个光圈来 得了吧 你们啊 套管闲事凑热闹 我总觉得吧 有天有青年老师 能继续想起这一段 也就飞从中 地上也都飞了 我们那叫管闲事凑热闹吗 没有我们 就你这凶大无脑的女婚 早就不知道卖到哪去了 行 你是人民的大工程大英雄 行了吧 反正你下次管闲事的时候 别来着我就行 你懂什么 不热闹 从心理学上讲 是一种猎奇和从梦心理 当所有的人 都在关注一件事的时候 你也恶恶不下去 所以呢 当别人都凑过来的时候 你目不关心 只能说明你心里有问题 鉴定完毕 是啊 我是心里有问题 才会跟你这样的人做朋友 喂 喂 小凡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 你说 你说我心里有问题啊 不对不是这句 上一句上一句 你没事吧你 别陷我 你是有问题呢 太热了 太热了 我知道了 喂小凡你去哪儿 茶 太过分了